各位南达乡亲,大家好,我是赞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的成为19号的南达新闻 南达冠今年的山调典立在28号楼着开幕 第一天就金很多人来跟建筑看山调 关国也特别开开面照 一种今年山调兴趣的票价来定罪50颗 我们管民只要30颗 希望可以结合南达典会 让UK来到南达看会中也会得到心想刷刀 提供南达的新闻和生涯为台湾創作欢迎 南达又在刷刀文化很苦 你看一百年的中途戏 已经刷刷刷刀的难 在管六里民情一直够的贵宾 共同争菜之下正是开幕 专心的刷刀作品创作 都让大家不一样的刷刀结束感受 我喜欢来这里看沙雕 因为它前面的极极水道做得很美很逼真 所以这边的沙雕都很漂亮 我很喜欢这里 去年有来看 感觉比去年更漂亮 很值得来运游 南达真的是好赞好水 而且现场很用心在制作 每一个观光的机会 这次的作品跟伊欧无价 特别自己最近上午的日外 谈到水家 已经南达最好的 虽然来兴奏的民众都感觉 相当的趣味 管政府也特别费民众 今年不费的票价 顶尾五十块 那是管民只要三十块 就会等立党来兴奏 那么今年我们 沙雕文化研究 里面所有的雕塑 还有整个长期的部署 都比去年更好 更美丽更完整 所以入门票方面 去年是一百五十元 我们大府的降下 在门票五十块钱 它主要是要提供 给各位到蓝头县来旅游 都能够来看我们的沙雕 今年红金山下电纳 作品总共有七十日做 每一个作品 浪金有第四 在开幕的第一天 就像很多人 来到现场来兴奏 大家提供 手机和胜机 在那上 希望老下上水的回忆 不用够外卖 但看到世界旗的风景 每一作的双条 竟然是各自旗的企业 大家大家来到现场来兴奏 打卡 今天你算彩虹波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